在玉城国小武士团小朋友热情开场后 南港区2023新春辉豪 继寒冬送老活动正式展开 由南港区公所结合南港区民俗委员会 财团法人绍兴纪念馆 及台北府城皇庙共同举办 区长蔡敏儒表示 因为疫情关系 许多家庭生计都受到影响 因此希望透过募捐善款与物资 协助弱势家庭温馨过好年 在这个岁末年中的时候 让一些需要帮助的家庭还有学子 能感受到我们社会的温暖 那我们感谢我们一个绍兴的财团法人 还有我们那个福城华的 他赞助我们 让我们那些弱势家庭 能得到一些帮助跟善意 然后令我们的民俗委员会 也会捐助奖助学金 让鼓励学者 学子能够努力上学 然后让自己更有力量面对未来 在南港区20位里长带领下 100户弱势家庭 足以领取慰问金 绍兴经验馆董事长林承和强调 因为疫情关系更需要这样的公益活动 台北府城皇庙主委表示 庙方会持续行动支持回馈社会 我们区长的号召之下 那我在预告应该是每一年 都会看到我跟那个周主委 这个共襄盛举 回馈这个南港区的这些居民 我觉得就是因为大家 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所以这个有更要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因为需要帮助人更多 台北武城皇庙呢 也是取之于社会 然后用之于需要的人 然后帮助一些 那个清函的学子 大家来到努力的 来为这个社会来服务 除了关怀弱势家庭 南港民主文会也颁发50位 国中小及高中大学的 优秀清函学子奖助学金 希望鼓励他们继续奋发向学 疫情的影响 那也影响了台湾很多 经济状况不好的家庭 那我们也是借由这个机会 来让那个学生有一个 受奖的活动 那也鼓励他 学业猛进 白纸干头 这项汇集各界爱心的公益活动 获得多位市议员出席相挺 市议员陈佑成就表示 自己小时候也曾受过帮助 如今才有机会为市民服务 印证散热循环及正向力量 在城市里面的弱势 它才是真正可能最需要关心 而且最看不到的弱势 所以其实从我们南港区 过去在临市中心会 还有我们的区公所 礼办公室 这些相关的单位 都会汇集他们的爱心 然后深入到我们地方的基层角落 这样的正循环跟善循环 才是我们作为民意代表 应该要持续推动的 市议员何梦华 则希望政府可以提出更多纾困方案 协助民众摆脱疫情阴霾 虽然说疫情可能比较趋缓 然后经济慢慢的开始恢复 但我觉得说 目前中国的疫情 其实很严峻 那我们也希望说 政府可以提出更多的纾困 相关的方案跟措施 其实我最近有书面咨询台北市府 希望他们会对2023年提出出困相关的方案 因为目前其实高雄市已经有提出 我们希望说 政府可以跟商圈们结合 用更多的力量 让我们的民众赶快恢复正常的生活 曾协助南港全公所募款的市议员 却梅莎也觉得 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 帮助这些需要的朋友 在过年前有一份肖像的私密 要把社会大众这些爱心 然后献给他们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社会 是有一部分外国 大家都是很有爱心的 我们知道我们台湾是很有人情会 然后大家都很愿意一起建筑 来帮助这些弱势的朋友 让他们可以过个好年 从小就学习书法的市员 吴市政更小露一手 参与新春辉号活动 书写的春联很获好评 连玉城里长都来索取 自赠一点礼金礼品 让我们的乡亲们 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新年 我觉得这个传统非常的好 那也很开心 我们曲公所每一次的承办 都动员了很多的人力 来把这个事情办好 我相信能够让这个社会 感觉到更温馨 人间更有温暖 除了社区大学书法团队 现场会好写春联正民众 由新著名所组成的 流流舞异团 也带来精彩的舞蹈表演 希望用热情与温暖 与大家共同迎接 兔年的到来 记者张旗腾 台北报道 好 明镜下的老师